我是做梦啊 也没有想到把啤酒杀在下水道里面 没想到这么厉害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珍爱小叔娘 平时呢 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的时候呢 家里下水道呢 经常都会出现一股比较容易的意味 而且呢 还时不时都会从这个下水道里面呢 挥出来一些小鼻绳 尤其呢是位于中间里面的下水道 特别经常在边缘呢 看到有一些小小的小黑熊 在那边爬来爬去 飞来飞去着 看的真的是十分的懊恼 像这样的情况下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相信有很多朋友呢 还是会经常遇到过的 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 相信朋友们呢 都会直接往这个通道里面呢 给它喷洒上一些杀松剂呢 用来消灭一些小飞绳 这个效果呢 的确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大家先忽略了一点 如果家里要是有小宝宝 或者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人 那么用这个杀松剂呢 它的细味呢 是会污染到室内空隙的质量 所以说用这个黄火虽然说能把里面的小飞绳呢 给它消灭掉 但是呢 同时也会给我们的人身健康呢 带来一定的影响 而且呢 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 还是不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杀松剂 其实呢 做法非常的简单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非常简单 有好用的一些小妙招 小黄黄呢 来详细的分享给大家 而且做法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用到的食材呢 也是特别特别的普遍 几乎呢 可以说是每家都有的一个小食材 那这个食材呢 那就是啤酒 其实呢 我们只需要往这个下水道里面呢 给它倒入一瓶啤酒 那么立马呢 就能帮您解决掉 以上一系列的大麻烦 那么具体到底该如何操作呢 不妨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进来了解一下吧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其实呢 每个视频制作都不容易 如果大家觉得 我的视频讲解的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 用上您的宝贵的双手 帮我点上一个 漂亮的小爱心 支持一下哦 感谢您的支持 那么首先呢 那整本需要先准备一个柔细 家里的小碗啊 小盆子啊 都是可以的 然后再往这碗中呢 倒入10克 20克左右的食用盐 紧接着呢 我们继续在网里面 倒入少洗的食用键 利用食用键呢 来清洁下水道里面的一些 油垢污垢 清洁效果呢 都是非常的不错 当然我们里面也加入了食盐 一旦小松子呢 或者虫轮呢 如果结识到里面的食盐的时候呢 那么立马呢 就会被脱碎 这样子呢 也可以让它们无法生存 然后呢 我们继续在网子里面呢 滴入少洗的花露水 因为花露水呢 它本身就记有一股 特别清香的细微 心结之后呢 裂带有点香气 可以减少这管道里面的 那股容易的恶瘦味 当然如果家里要是没有花露水的 也可以用点黄油筋 都是可以的 最后呢 我们再往里面倒入一瓶 500斤左右的啤酒 因为啤酒里面呢 它是含有酒精的成分 也是比较适合用来清洁的 效果也是特别不错 然后呢 再把里面所有的食材呢 全部给它搅拌晶盈 搅拌融化 让里面的食用盐 还有这个食用盐呢 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溶解开 这样一款简单 又实用的 新洁下水道的万荣 溶液就调配好了 那么对于这些食材呢 也是特别的家伤 非常的普遍 相信每家每户呢 水手都能拿得到 全部给它搅拌晶盈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 家里非常普遍的小烹壶 当然如果家里要是没有喷壶的 也可以用一个塑料瓶 或者啤酒瓶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再将我们调好的万能 新洁汤汁呢 缓慢迅速的 给它倒进这喷壶里面 或者直接给它装进一个啤酒瓶中 都是一样可以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进行 给它使用了 做法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先走进来这厨房里面的卫生间 那么这里呢 都有一个这种下水管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 往这厨房里面的空隙中呢 给它盆一盆撒一撒 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 因为一到 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呢 每家每户呢 相信有很多呢 都会出现这种小蚊子 非常非常的多 一旦家里的小宝宝被叮咬了之后呢 立马都会出现一个小红包 遇到这样也是特别的无助 哎呀您也可以用这款呢 直接给它喷洒 在这空隙中 还是一样可以的 往这下水道里面 给它喷一喷 撒一撒 然后进这个两分钟左右 我们可以再把剩余的这些熔业呢 先不给它倒进这下水道里面 当然如果啊 有些朋友家里呢 一旦出现这种堵塞的情况下 您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可以立马把下水道呢 给它处理的杠杆净净 当然 人们这个熔业 给它倒进去之后呢 真的不要先着急 去兴起这地板咯 一定要让它进这个五分钟 或者十分钟左右 在这一小段的时间里呢 里面的一些小飞绳呢 以及虫轮呢 就会宣布被我们 给它心里的非常的干净哦 尤其是我家里的这个下水道 时不时呢 三不五时 就会出现一股特别难闻的异味 而且这股异味呢 还是特别的势比 有一天呢 我有一些朋友来我家坐的时候呢 突然间问我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那就是说 你们卫生间一直有一股 特别是比难闻的味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被他一问呢 还显得十分的尴尬 之前呢 我也有叫过外面的师傅呢 来清理 但是还是一样过不了几天呢 同样会出现这样的方法 不过呢 我跟隔壁老爷爷 唠叨了一下之后 老爷爷的老婆 老奶奶呢 就告诉我 这个小方法可以试一下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 我半信半疑的回家 试了一下之后 真别说 非常非常的管用 使用完之后呢 我家最近已经有半年了 都不会出现这个 之前有的一系列的情况 而且呢 整个卫生间呢 我大概呢 也就是说 一个月 尽情给他处理一下 每天呢 卫生间都会 特别特别的新鲜 再也不用担心 跟之前一样 一直属于一股 容易吃饼的味道 而且时不时 还会在这个卫生间的 下水管周围 出现一些 小松子 小飞生的 等等情况 简单给他 静置个五分钟 也就是两小时之后 我们再进行 把这个卫生间呢 稍微给他清洗 冲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子一来呢 您家里的这个 下水管呢 再也不用 担心会出现一些 小飞生啊 或者一股势鼻的味道 这些情况出现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当然除了卫生间 这下水管呢 整本书房里面的 下水管呢 或者一些通道的 下水管呢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处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哦 说如果您家里 要是有遇到 以上的一些情况呢 您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哦 不要着急 花钱去 聘请外面的叔父 来帮我们处理哦 自己在家里呢 动手呢 不用挤毛钱的事情 就可以帮您 解决掉 这一系列的大麻烦了 好了 那么这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 我的视频呢 讲解了对您 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了 用上年那宝贵的双手 帮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画了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